在炎热的夏季,不管是室外还是室内,高温天气总是让人难以忍受,游泳、电扇、放置冰块也只能稍微对抗高温,还是有许多人都会选择吹空调来降低室内温度,空调也被戏称为续命神器。 然而,在欧洲地区,尽管经济相对富裕,但是欧洲却很少有人装空调,欧洲的空调安装率仅有5%,低于印度的6%。 要知道,就算是欧洲,夏天也还是会有高温天气的,据统计,欧洲夏季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,就这样的高温,大部分欧洲人宁愿认真,也不选择装空调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在中国,空调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家用电器了,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,很多家庭都安装上了空调,这也得益于我们政策、市场、人工,导致我国的家用电器普遍价格较低,价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接受能力,加上我国的家庭用电电费低。 所以就算是普通家庭,也能负担得起夏季开空调的支出。 而欧洲尽管整体经济相对富裕,但是仍有一部分人比较穷,在经济压力下,他们一般不会选择安装空调。 你也许不知道,空调对于欧洲人来说,是比较昂贵的电器。 欧洲一台空调的售价,普遍在800欧元左右,虽然按照欧洲大部分家庭的收入,还是能支付得起,但是空调的安装费会让他们很肉疼。 欧洲的人工费非常昂贵,一台空调的安装费用就达到了2000欧元,相当于1.5万元人民币左右。 再加上材料费,运输费还有后期的设备维护费等等,一台空调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巨大的。 即便是在富裕的欧洲,这些费用还是会成为一些普通家庭无法支撑的负担。 在经济受限的情况下,人们更愿意选择其他方式来应对高温天气。 另外,欧洲大部分地区是温带海洋气候,还有地中海气候,温带大陆性气候,还有北欧的极地气候。 温带气候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温和湿润,全年平均气温较低,受到洋流的影响,降雨丰富。 相对来说气候并不会很炎热,而且欧洲高纬度的国家也比较多,夏季炎热天气并不会持续很多天,最热的天气一般也就维持在一个月的时间。 空巢对于欧洲人来说,就不是必须贫了。 欧洲那么富裕,为啥装空调的人很少,首先是之前不太需要,温带气候影响了欧洲的建筑风格。 大多数城市的建筑物都具有厚厚的墙壁和高高的天花板,并且减少门窗部分的面积,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然通风,让房间的保持一个很温,解决昼夜温差过大的问题。 这些特点都使得室内相对凉爽,通过建筑本身的特点来调节室内温度,也能代替一部分空调的作用。 欧洲发达国家不爱装空调的另一个因素,就是环境问题,至少环境保护在欧洲是政治正确的话题。 欧洲人在这方面上,有益于其他国家的执着。 在以前,欧洲气候还不那么炎热,不安装空调也没啥,可是随着全球变暖,一向气候温和的欧洲,夏季也变得异常炎热。 近些年来更是平均每年热死两到三万人,但是为了维护这种政治正确,还是有很多欧洲人宁愿忍受高温天气。 当然,也有很多欧洲国家开窍了,比如夏季比较热的意大利,即国内如罗马,佛罗伦萨等大城市,空调普及率已经超过50%了。